下面要出场的是中国香港的选手李豪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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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不容易 但是他这套节目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选了 拉斯三周跳 这是三周跳当中 最难的一个三周跳 按他的实际能力 我认为他要选 点兵路三周跳 他我看过 他完成的很好 这样就不至于跌倒 而且他得的基础分 也不见得低 如果他跟拉斯三周跳 周数再不太足的话 除了扣跌倒分 扣机有益减三之外 可能还要在周数上 还要再扣分 关于跌倒问题吧 他当然这个跌倒 没有什么争议了 但是过去 在国际华人比赛当中 出现过不同情况的跌倒 所以在花岐争论了很长时间 在跌倒的定义上 最后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冰倒以外的身体 任何部分 在冰上起主要支撑作用 就算跌倒 你比如说 类似像佛城那种动作 在冰上出现了 尽管你身体没有接触冰面 但是两只手是起主要支撑作用 当然这点要区别开 是两手轻轻地扶一下冰 和起主要支撑作用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只要一判定是跌倒 那么GOE肯定要减三 这是由财品人减 除此之外 技术度还扣一点轮分 这是他们发布机会会长 叶小燕女士 像这些中国香港的选手 他们平时训练 不像这个专业队的运动员 那么的这个系统 而且都很多是在 磕鱼的时间 用业余的时间来训练 而且当相提当地的 这个师资力量 包括你这个冰场的 这个设施 都不像咱们 大陆这么齐全 所以他们能练到这个地步 来参加这样的国际比赛 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41点03分